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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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大家收看 《尤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香港公共圖書館》 還有就是我們香港電台第五台合白的 《閱讀時刻》 《逆書亦有》的網上講座第二回 今天我們說的是 《中國武術無得頂》 我是今天的主持,袁德昌 你覺得奇怪 袁德昌是一個戲曲演員 你也有拍過電影和武術有什麼關係呢 我們說說 其實武術和電影和我們戲曲很有源流 全中國第一套電影叫《定君山》 由譚派的老生主演 雖然只有三段戲 有三十分鐘 但也是我們全中國第一套電影 另外還有一件事是什麼呢 第二就是 《龍虎舞獅》 其實是由我們戲班開始的 最早期香港的電影武打電影 多數的武術指導都是北方來的老師 或者戲曲的老師 所以這也是一個原由 另外還有一件事要說的 未必每一個人都知道的 就是我們華光師傅 就是我們戲班拜華光師傅 又拜田斗義師 還有一個是誰呢 就是張軒先師 張先師其實是由北方逃難到南方 據聞 他是詠春的高手 叫做攤手舞 所以今天由我主持 也是一個恩緣祭會 好 事不宜遲 我們來介紹兩位重量級嘉賓 好,第一位就是武打明星 以及我們的技術培訓老師 楊潘潘老師 你好 另外也是我們 香港的武術電影指導 也是一個武打的演員 吳穩雄,穩雄兄 大家好 你好… 多謝你們抽空來到這裡 參與我們的講座 多謝 謝謝 其實盼盼姐說回來 其實你們跟戲曲 都很有淵源 是嗎 是 是 之前我知道盼盼姐 曾經在奮曲花的門下 當然有很多大老官都是 包括鳳王女 求姐、陳好球都是 還有哪幾位呢 師兄、師妹 專龍 董偉 林鎮英 前月新 大師兄 都做了導演 那時候是否因為奮曲花 還是好事很小 過范晚姐已經在片場 可是羅家英也是 行哥 羅家英也是 也是 是 以前是否小時候就在片場 最初范晚姐 我是七歲經劇 九歲就入了片場 即九歲已經開始了 跟了程剛導演 就是十四六英豪的時候 就是小東的 程小東的爸爸 還有李漢祥 還有 最初都有聽 很多導演 還有季智雄 孫仲 是一個挺體夢的 一個剃身 獨女的那部電影 全體 全部都是日本指導 六川 他們 這次入行經過了 那五韻龍 阿韻龍兄呢 你自身好像在外國 對 又集練武術 是否因為你懂得武術 所以入行會比較容易 那我入行就不是很容易的 有些波折的 有些過程 那 小時候七歲開始學功夫 跟爸爸學蔡里佛 跟舅父學榮春和熊拳 小時候 那我覺得 我是過了美國的時候 可能我個人 有些過分活躍 那都是 他們在背後 很不公平地教我 那都是學一些套路等等 那 那到自己十三歲那時候 就被一個外國的同學 一槌打進胸口裡 整個人躺下了 躺下了 那躺下了之後 我覺得 為什麼學了那麼多年功夫 為什麼好像 保護不到自己 那因為就自己去深刻 慢慢去想一下 那其實原來 就是 那時候練習的東西 是比較皮毛的 那都是一些套路的東西 那還不是真心去研究 功夫和博極的技術 那我十三歲開始 就真真正正很認真地 去研究這個技術 那我想問 以前呢 你說剛才講過 我有聽的 蔡里佛 有洪拳 我小時候經常聽到 穿拋掛哨插 下面有一句 我不敢說 那門派會不會有衝突 我不知道你想說什麼 其實 其實好像李小龍那樣說 武術是技術來的 不是一個宗教來的 其實應該是沒有衝突的 就像畫畫一樣 可能我選擇用這個風格去畫 不過同時間就對另一個風格 就是有興趣的去研究一下 我覺得是沒有衝突的 只是會幫助加強你已經認識的東西 互相了解都沒有 是 那想問盼盼姐 其實呢 現在或者以前 女的武行師傅打武家 是不是很難入行的呢 應該也不是的 我現在 我現在認知到 從我小朋友到現在 我比較認識的是盼盼姐 也沒有多少位 很著名的女替身 或者女武師 是不是 有很多 近年有 秋姐也是的 原秋是跟我那時候 一起出來的 我記得我拍採援 採援導演的外奴 是 我是剃背體的 她剃荷莉莉的 然後不知道怎麼轉回來 因為那時候我小 小顆 變了一條腰會比較小 就像叼盼姐 然後轉過去 怎知道我是頑皮 唐佳師傅 當時要練彈床 一直排練 因為我怕跟不上 那時候 碰彈床 一咬了 然後就回家 這隻腳 這三個月 是 然後那部電影 踢了兩天 然後就沒有看 是嗎? 其實在我們戲曲當中 我覺得女演員 或者我們所謂的刀馬彈 其實不容易 為什麼呢? 我小時候練功的時候 在中國經劇院的時候 真的見過一個刀馬彈搶背 扔到盆骨 也會的 搶背很容易搶到 我們感覺戲班 走過搶背很容易 是… 但原來這麼少的動作 都會很大受傷 會很容易… 真的… 是… 我想問尹鴻兄 是否學武術 就會比較容易入行 就是做武打演員 因為你本身有個根基 我想如果你想做武打演員 有個武打的訓練 以及有個習慣 是怎樣都會有好處的 因為始終你… 其實好像說 如果有一部電影 你要找你做一個舞蹈員 如果你已經懂得跳舞 那出來的效果 觀眾是看得到的 所以某程度上是 不過呢 真正的功夫 和拍戲的功夫 基本上都是兩個不同的技術 就像你剛才說 搶背那些東西 那… 就是我們拍戲的時候 就要看出來好像是很危險 不過其實做出來應該是不危險的 嗯 不過因為某程度上 觀感是要令事情有些危機 所以都是有那個成分在裡面 所以懂功夫是有好處 不過如果是選擇去拍戲的 都要重新學過這個技術 嗯 因為拍戲在鏡頭面前 就是好像我們戲班 其實是經過美化 就是舞台的表演有些感覺 那我想問 在你的眼中 因為我不知道在外國 在很多的中國武打電影 那會不會是電影裡面的世界 是否真的呈現到那個武術的套路 就是例如你 現在很流行你講 你的穿徑 是否真的能表現到呢 我想某程度上要… 要浮誇一點點那件事 讓觀眾去表達到那個項目出來 因為如果… 現在我想因為有MMA 這種不同的比賽 搏擊的比賽 觀眾已經很清楚 真正的格鬥那個節奏是怎樣的 還有以往的… 就是拍功夫電影其實有一個潮流 就是可能邵氏的年代有某一種節奏 去到80年代、90年代 就是… 成龍大哥啊 就是Gordon Harvest那些戲 有一個不同的節奏 去到今時今日呢 又可能有不同的節奏 那… 怎麼說呢 所以… 拍功夫電影就真的… 不是只要… 只是懂功夫 是真的要明白 那個年代需要的節奏 要表現那件事出來 我… 我自己呢 就很喜歡看武打電影的 那我以前就經常看成龍 那些NG… 最後的NG電影 我只看得到變化了 我覺得這些才是那個衝勁 那我就想問一下帆帆姐 以前… 譬如是邵氏年代 甚至以前很久之前的武術 沒有打電影 跟現在的香港電影 會有什麼不同呢 我的感覺 就好像以前套路多些 是不是 現在… 節奏上會是有些… 其實要說回那段時間 兩個階段不同 好像在邵氏 那時候我拍攝季智雄 他是新浪派的 那你去到… 譬如說是何夢華 他又比他老一點的 再說回李漢翔導演 他又不同的 很多都不同 去到晨江那邊 他又不同的 所以電影根本就是 有很多種不同類型的 一個電影的觀感 所以蒙太奇 那時候 所以那時候的動作 是沒有劈毛 什麼都沒有的 那時候我記得 我拍獨女 是什麼都沒有 叫我飛上去就飛上去 帶來就帶來 沒有什麼東西的 飛機母一擺那張桌 在上面的風扇 一踏就… 下來砸開 這些全部是要你去面對的 是啊 譬如去拍劉家良那些動作 他又真是真的 很傳統的動作出世 對… 所以我們很喜歡他的套路 打拳很漂亮 我很喜歡他的六點半棍 那些六下座的出來 真的很漂亮 他那種實打 譬如說 角術 他實打的 到現在就不同了 有人問我 譬如說 譬如說 你也很厲害 基礎這麼好 你才說我不用練也行 那我就不是 沒有一個小朋友 其實也有動力的 所以我陪伴一些女生 他不認識的 但是你讀書的時候 有體育課的 是嗎? 有跑步的 那體育課和譬如說 你的訓練又不一樣 不… 其實可以的 你知道他有動力就行了 其實我們電影的畫面 是蒙太奇 其實很多東西都可以幫到他 像現在九龍城寨的動作 跟你以前那個永春動作 都不同的 是有不同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 電影是身體語言 你什麼劇本就做什麼 還有某個角色 也有他自己的動作 這樣才會成為一套戲 我覺得這個劇本是最重要的 明白 兩位都是有獸徒 也做過徒弟 有一個這樣的過程 我想問一下范曼姐 如果讓你選擇 即是一個演員 我現在這部戲需要一個演員 你會是找一個 有武術根底的演員 還是找一個一張白紙 因為我們戲班經常都說 我寧願教一張白紙 你不要那麼多其他東西 是吧? 那哪一件事會好一點呢? 從一個培訓的導師來講 如果以我做監製的身分來看 他白紙一張最好 我到時將我們創作 將我們某個工作人員 KMAN創作 他希望不會有影子出來 某個角色自創 就好像九龍城就是黃狗 一定不能擺五文龍出來 但我都想不到他做得那麼厲害 謝謝 我看我,我覺得是很好的 應該是白紙 但如果你去做那些 譬如說古裝 好像真的走一些碎步出來 好像我做 我也有做到八蛇轉的 譬如金山寺 有上網路 網路那些是電影用的 是 但你走台步 你知道是不可一切 還有打脫手 是吧? 刀槍、踢槍 刀槍 還要打一個前橋 打一個踢槍 這全部是經劇 加上網路 我帶著網路去做這件事 所以其實根基也很重要 所以你問我,我很矛盾 是嗎? 所以我分了就是 電影還是電影視頻 舞台還是舞台 我覺得我發覺現在 我培訓在電影裡 然後到舞台 我發覺那些學生 在舞台上去到的時候 哎呀,師傅,你真是好 你指導的時候 就用我的學生 我便覺得 原來我… 這是我很多事 是給我… 告訴我 你應該怎樣教他 怎樣教他 我聽到很多事 我覺得原來在舞台上 那些小朋友是比較聰明的 是啊,因為他一出到苦道門 謝謝 他就不能回頭的 不能回頭的 是… 真的 那時候我去影城道 我排了半小時的不老傳說 全部由一個文氣去到動作 簡直是有很多風雲識變的那種 即是出了苦道門之下 我是外面來的,正在下雨 我說你出了苦道門就不會出來 就是去踩到原為止 下大雨 那些台灣學校看 你不要演了,不要演了 很大雨,很危險 我便完全演出來了 是 我發覺原來下雨之後 地面更漂亮 那個美感 是,那個美感 你覺得那時候不是那個境界 所以我覺得藝術那樣東西 是不能說回頭或者什麼 一去就去盡了 就是這樣 那時候很抱負 不是很抱負 就是很開心的一件事 就是說 很多地方都有出不同的光彩 就是我們九龍城 就是之前的熱敏 再好之前我們那個… 那個… 山車 洪金寶和時龍 快山車 是呀,他們那些都是不同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你說 香港電影動作 和國內電影動作 或者是海外電影動作 其實我發覺 我們香港人是贏的 為什麼他… 因為那時候我覺得 我真的很感謝時日虎先生 他很喜歡電影的 就是那時候我小時候 十一、二歲的時候 我記得拍完元葵的時候 他拍一部電影的時候 我們拍完今晚… 今天拍完的電影 明天七點鐘 可以去視片房看電影 你說什麼世界 那時候你平常 那時候認台入血的時候 我只有多少歲 還是可以 去到… 去到錢玉鑫拍那部 和阿葵拍那部 《白玉老虎》 那時候開始動作 阿葵就拍了那個阿蛋 就拍了很大的銀幕 就是眼睛 一個一個刀 是呀 那你出了他的力 其實我覺得我們舞台和電影 合馬在一起是另一個世界 會不會有很厲害是什麼 他經過兩個時間 好像經過電影的七天 又經過一個漫長籌備 我七天才沒去過 類似 我覺得很厲害 七天才真的很厲害 我們有經過 經過在數碼時代 是呀 但是你導師 即是沒訓 你作為一個監製 你就可以整個時間表定到 作為一個武術指導 尹龍兄 你真的去到現場的時候 你要埋那的時候 他真的厲害 那你又真的會找一個 武術很厲害的 起碼 三腿來吧 中吧 你起份我知道 還是說你真的會找一張白紙呢 如果你問我 那我就會… 兩樣都可以做到 兩樣都可以合作到 如果你找一個… 即是不同的做法 如果你找一個演員 是完全沒有功夫經驗的 那我就會用不同的方法去處理 如果他有功夫經驗的 那我要去到哪裡 因為我剛才有說 真正的功夫和拍戲的功夫 是兩個技術來的 可能你真功夫打得很厲害 不過你跟別人合作 那時候合不來 例如你真正的搏擊 最重要是不可以有節奏 如果你有節奏 對方就知道你在打什麼 他就可以防 不過拍戲呢 你就一定要有節奏 因為兩個人其實不是在打 其實不是在搏擊 是在跳舞 是一種跳舞 不過是… 互相配合 配合的 而且要配合那部機器 所以這也是一個新技術 那無論他是一個… 有功夫經驗也好 或者沒有功夫經驗也好 第一件事要學會就是 以種節奏 還有觀眾… 也要因現在的觀眾的口味 因為好像我剛才這樣說 即可能… 三、四十年、五十年前 那些觀眾未必接觸到真正的搏擊 例如MMA、泰拳等等… 遊術… 遊術… 巴遊等等… 是的… 現在觀眾一上網就看到這些東西了 那你怎樣去拍出來 會…觀眾會覺得有說服力 不過就… 不同得來呢 就會覺得寧願看電影好 真人打架 那現在你就要觸摸到這個位置 即是做一個動作指導 你就要觸摸到觀眾 在這一刻想看些什麼 還有這部電影是說些什麼 而這部電影的方向 是起一些很暴力的… 很實正的動作 就是一個方向去當 那可能有些… 好像剛剛我拍的那部 《九龍城》就是《焦圍城》 是暴力和有力的動作 不過帶來香港的特色就是 有些娛樂性 還有某程度上有些… 不可以說浮誇 是誇張了一點點的表演 加起來實正的 你要平衡一下 那麼一個好的動作指導 一個好的動作導演 例如像Kenji Tanigaki 我們部電影的動作導演 他不是抓到一個位置 觀眾覺得很實正、很硬正、很痛 不過表演性又有 現在每一個年代都要平衡這件事 其實所謂的武術好 我們… 舞台劇好 戲班好 任何的電影拍攝都好 其實這些武術上面的包含 都是一個博大精深 其實我們… 在文字上 好像武術的母字 是一個子和歌 即是制止乾窩 用武力 稍後我們會看一段影片 給大家分享一下 另外我們也會跟兩位嘉賓 分享一下 何謂武德 我們經常說 我們戲班 還未入行才學規矩 那武術加油是怎樣的呢 我們現在一起看看影片 好累啊 讓我偷懶一會兒 先下杯麵吃 環保餐具都有了 好 喂 阿輝你為何帶暗器上班 甚麼暗器 你哪要彈出來 還要穿成這樣 還有為何偷了我的筷子 其實我最近在研究武術 所以就穿成這樣 其實這箱筷子 同時也可以是少林的暗器 你知道嗎 它的名堂就是少林雙竹筷 它的優點就是大小尺寸剛剛好 方便攜帶 還有不顯眼 所以當你遇到責任的時候 你就可以用它來保護自己 平時還可以當是餐具用 非常方便 原來你也知道是餐具 不過話說回來 你的知識從哪裏學回來的 看多些書就可以了 好像我手上的這一本 少林護身暗器秘傳 裡面就提到 真人是怎樣用筷子來做暗器 還有原來真人穿的鞋 都可以是暗器之一 你見裡面有很多圖片 都教你怎樣耍的 我們可以一起學 聽你這樣說 都真的挺有趣的 中國這樣 我現在真的很餓 可否給我一雙筷子 讓我吃完再慢慢看呢 當然可以 用完機都洗乾淨 那我現在先學習了吧 好 我們這一個 《閱讀時刻》 逆書逆有的講座第二回 今天講到中國武術不得頂 之前在看片之前我講過 武術博大精心之餘 其實有很多思想上 除了我們是武術之外 我們還有一些限定 譬如說我們齊國的時候 管仲說過 《四維》 《四維而不振國之滅亡也》 甚至乎去到較後的日子 我們有《四維八德》 甚至我們戲班說中校節儀 其實武術在兩位的心目中 地位是否重要呢 重要的 是嗎 那我問龍星呢 武術很重要 如果你問我 我覺得武術是什麼 我的理解 武術是什麼 其實 你學會了功夫 或者任何武術都好 是類似別人給你一個武器 給你一把刀 如果你給小朋友 一把很利的刀 他可能會傷害到別人 又可以傷害到自己 其實武術是 簡單來說就是 你什麼情況應該用 或者不應該用這種武術 武術是教你這件事 那我想問 你的武術是完全身教 還是你也有看書 有一個閱讀的習慣呢 也有看書的習慣 不過很多時候都是憑經驗 和師父的教導 剛剛我們看影片的時候 有很多網絡上的朋友 有些問題 Cash就說 有時候為求效果 拍戲的時候會不會借位 但有沒有因為這樣而受傷呢 其實這個問題很有趣 借位還怎麼會受傷呢 是的 會不會因為我反而覺得 這個問題是什麼呢 會不會因為有武術的底子 譬如說有一些 譬如說我不懂武術的 你正在建築的時候 我的時值不對 我撞過來 這樣受傷 會不會有這種情況呢 會 因為時間不對 就會 我想彭彭姐也明白這件事 其實是人 而且你拍戲的時候 有時候不只是配合對方 要配合環境 道具 部機器等等 有時候 還有拍戲不只是一個拍 可能觀眾看到一分鐘的動作 我們可能拍了三天 所以 還有每一個拍 我們都要做到好像第一個拍 那麼有力 所以 某程度上人會累的 還有有時候會預算錯的 也會有這些事情發生 例如 剛剛拍那部 《九龍城製之圍城》 有一場戲 我不敢提 所以我給你講 不要緊的 因為我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有時候拍戲受傷 受傷的固然是痛的 是吧 但其實打到人 或者錯手的 其實心理也很有難 我一腳踢到子彤連十五針 有一個 那是背球 我前面要招呼前面的兩位演員 不招呼 就是打他們 後面看不到 拍了幾個踢是不錯的 不過剛剛那個 就真的 大家的位置不對 就令到他受傷 我是很不開心的 不過 大家都很明白 而且子彤也很實情 而且他 在我面前 沒有怪我 他很好 不過 就是 拍戲 尤其是拍動作電影 是有一個危險的成分 我不知道 我感覺的年代就是什麼 我小時候看電影 甚至於拍電影的時候 一些武打的場面 其實那些武行師傅 都會笑我們的小朋友 譬如說我們去地面 走個搶背 或者搭個秋冠 我們又會落個小孩 就是小孩的時候 英俊 落個小孩 這麼差勁 就是好像某一個年代 他們覺得落屁 或者保護自己 就是你的功力不夠 就是這樣 今時不會 對 今時的演員太貴 對 他們不想 好像五穩龍 那樣 除了五穩龍 他們不想人受傷 其實是對的 我們是拍戲 魔術 其實最擅長的拍戲 就是拍攝的時候很安全 看出來很危險 是不擅長的 就是拍攝的時候很危險 出來不危險 就是不可以 所以 還有我跟 好像這部《九龍城寨》 那樣 Kenji 都是一個非常安全的動作指導 所以我們基本上是 拍攝了這麼吃烈的功夫 這麼多場面 都沒有什麼受傷 嗯 那我其實想借用你之前 那個訪問的其中一兩句 我覺得那個是金句 就想問回彭盼姐 彭盼姐的年代 究竟是導演、監製、武術指導 是逼你去做那件事 還是帶你去做那件事 因為電影我是門外漢來的 那五穩龍先生那個說法 就是逼和帶 在我眼中 都是同一件事 但是那個領域 那個境界不同了 那你那個年代是逼 還是帶你去呢 我用了很多種的 一種是哄 有哄的嗎 因為我通常見到 都沒有那麼辛苦 還有呢 快點…這樣而已 其實那個演員 某樣人物 是否說的 他要相信你 嗯 他相信你 我喜歡相信別人 我相信我的教練 他說去就去 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做你自己 嗯 應該是相信教練 你不可以去就去 我就相信他 就是你那個年代是 但是… 但是… 沒錯… 這個是我做的自己 相信他嘛 但到了我做他的時候 我要背起他 衝破那個界限 就是難度動作,衝破 嗯 那時候呢 我叫過子惠在山頂 因為我爬過山頂 是這樣爬上去的 嗯 那他要在上面 拿著那條繩子 飛下去的 那時候呢 他見到我做過上去嘛 所以他要學我 嗯 然後從上面下來 那我的人呢 就變成了 是呀,你可以的 然後就這樣 那我當然是安全措施 但也有萬一的嘛 就是我會擔過萬一 但是我的心理很大壓力 就像我教練背我的時候 嗯 但是你衝破那個感覺 你就出了財 所以這個其實呢 有很多事情做的 不是說什麼 要這樣 有很多很多事情做 不是說什麼 其實反過來 我經常覺得 其實做演員呢 是挺幸福的 因為演員我就是 負責鏡頭前 但是如果 作為武術指導 很多人背了 你那個過程裡面 你都看完整個過程 是,沒錯 沒有錯 還有不是一個人做事的嘛 我經常簽人做事的嘛 那麼沒有一個人的崗位 都有他自己的責任嘛 那麼結合在一起成為一件事嘛 那麼其中一些事情 可能會出錯的 這個是我覺得 就是我做這個位置的時候 我最擔心的事情 但是你必須要做的 你不做就不會做的 明白 還有去到那個時候 你必須要負責這件事 你不能退勞 是嗎 還有呢,我們覺得 發生了事之後 你要解決了它 一定要整好它 要不然呢 你後面就沒有人相信你 也不會相信這個動作會做得到 那些一部電影的突破 每人再去突破 那這個我覺得是最重要的 嗯,沒錯 剛剛我們分享的時候 又有個朋友 鳳兒,是嗎 她說帕帕姐 我從小到大都看你的武打片了 造型而古而今 很喜歡看你的演戲 那有沒有考慮 再演武打戲 那她說呢 希望現時和現時的舞台 就是各個武打的演員合作之餘呢 會不會叫Phillip一起上陣呢 我當然希望 但是Phillip很好,Phillip真的很好 他很多次都支持我 就是我們做善事的時候 就去衝破某些動作的東西 我們就去的了 但是很多次他都很感謝他 我沒有時間可以多謝你 不要客氣 謝謝你 除了人品好之外 無德也好 真的好 對,因為剛剛之前發生了一些事件 我們這個訪問之節 就說有一個武… 不是,我們說這個武術 就是癡迷武術的朋友 就說曾經跟你切磋過這樣 大家都讚你很有武德 那一刻你在想什麼 突然之間這樣出手 你真的無德 你不告訴我,預備 你又會怎麼想呢 其實我那一刻就完全沒有防備的 就是在做活動 去宣傳部電影 不過也會設計了一些 跟觀眾去互動的環節 也不是第一次做的 那一次就選了一位觀眾 比較投入 可能他真的以為我是戲裡面的角色 想打我 可能這次的演技有突破 他們說很想打你 很想打你 不過… 在那個情況裡面 基本上只有一個反應 就是保持冷靜 而且… 他能進來看電影 我心裡覺得沒有惡意 太投入 那一刻就是想 盡快去圓了這個環節 去下一間戲院借票 那個心態就是這樣 說到這裡 其實我終於知道 今天為何要找我來做主持 為甚麼 我心裡很想試試你的寸敬 是… 你介意不介意 試教幾乎 真的嗎 等彭彭姐站在我身邊 告訴我怎樣預防 沒有禁傷 如果要有本書 如果要打到你的心口 會有些… 比較薄 我們現場有沒有書 有,我試一試 那本很薄 有本好像要聖經那麼厚 我想其實你隔著喇叭打 我應該是內傷的 你真的想我全境嗎 你不要出全身的力量 你十分一好了 我沒得十分一 彭彭姐,你告訴我怎樣可以… 你拿,有兩個方法 你這樣拿著 等等,我想問哪個方法 沒那麼慘 因為我後面還有工作 你坐著就最不慘 你這樣拿著 很害怕 沒事… 沒事的… 謝謝香港電台給我機會 對… 康樂及文化事務處 不好意思… 你接一接他 真的嗎? 不是… 你不要摘行馬… 你摘行馬就會吃光 對… 放鬆一點 反而你移動一點 射力更好 是否真的可以 你們十分一好了 我不是真的 我計算很差 我是功夫佬,不懂計算 所以… 要是100,要是… 要是39 可以嗎? 可以嗎? 好… 很害怕 不用怕 幸好,盼盼姐,頂住而已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沒事… 沒事… 可以換一個主詞嗎? 這戲很好 真的… 如果我真的感受到 有一點… 我先還一本寶給大家 有一點力的 不好意思,你的寶寶沒事 收手 沒有… 謝謝香港公共圖書本 借出這個書籍 沒事吧? 我真的感受到這個轉景 為什麼呢?很坦白 我們戲曲的時候 有很多人說我們的手段 其實都是源於詠春 我以前看的詠春 他們是二字鉗陽 馬有前後腳 我們戲曲很有趣 我們戲曲的手段 是四平馬的 是 所以我小時候說 這樣嗎? 人家一踩著你腳 就出拳 就不能退 所以我經常說 我有些問題很想 所以我今天就… 成交了 挺厲害 最重要是成交成交 無論在武德方面 或者在武術方面 我今天都成交了 謝謝 另外可否說一下 例如你們也做過徒弟 也做過老師 彭彭姐可否分享一下 你和師父的點滴 或者你現在教徒弟 或者教學生 甚至是教廣者 那個分享又是怎樣的? 那個交流 教廣者是怎樣的? 我想問一下 對… 你好像很想參加教廣者 不,我想問一下而已 我想問一下 有否適合茶水 我進去看看也好 其實教學生要看他的情緒 怎樣?還要顧著情緒? 我們以前只有藤條鞋 有的… 我訓練他們幾位水晶燈 一調上去 穿了鮮亮的衣服 是轉的 那… 他不說名字 他那時候都做了給你的 其實女生很強 女生忍耐力很強 但你不要小看他 雖然不出聲… 男生不是的 男生很大聲 有時候都怕痛 是啊 我都說了 如果你比一個女生 一個男生 我希望大家不要跟女生打架 因為為什麼呢? 女生去做美容的時候 那些肌肉很痛 他們都不是很喊痛 但是男生就喊得呱呱叫 所以我覺得女性的忍痛能力 是比較強的 如果說回師父 可能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喜歡在師父面前練功 我喜歡他管我 對,我要告訴你 我去到多少了 然後給我一些什麼 那你是一個誠實的到底 不是避開他 我們不是 我們專門把師父離開拿頂 即是倒立的時候 對,就落腰了 一離開就落來了 一來就上去 但你在他面前 就不能偷雞了 不能動,不動的 一個小時到底不動 其實我不是要表現他 但我告訴他 我已經去到什麼程度 應該給我了 師父就會這樣 但我的… 不是我的徒弟 我的學生 也有些是這樣的 即是請強 我終於告訴你 我能夠聲音 有些追著去教的 其實跟小朋友在一起 是開心的 他反而教了我很多 即是有交流 大家互相都學習 有交流 文龍兄呢 我… 至少在武館 你吃過夜粥 我… 即是… 我自己又做了… 學生做了很多年 自己教學生 也教了很多年 甚至乎有些學生 可以說我是私底 入館的時候這麼大 現在已經結婚了 就是我看著他們長大的 其實我在武館裡面 我們最開心就是可以… 現在可以傳到那個技術給他們 接著他們可以看到他們 用這些技術來去… 即是表達這些技術 用他們自己的方法 來表達這個技術 就是最開心的 那麼… 即是我們怎麼表達呢 就是去比賽、去搏擊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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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初的時候 我們家武館的學生 就是整個美國都去Tournament 去比賽的 都… 都拿了金牌回來的 即是在套牢那方面 搏擊那方面 就是… 即是… 做… 教人的最開心就是 看到… 那些學生可以做到你… 傳給他們的東西 而且他們變成了 他們自己的一套 即是… 用回你教他們的東西 用自己的方法來表達 然後成功地去… 去… 拿到獎 那就… 就會很窩心 那我現在做徒弟的時候 就… 即是跟盼盼姐 有點相似 即是很想知道 師父覺得我們的位置去到哪裡 嗯 那有些什麼要補充的 就希望師父會… 繼續教我們 因為那時候是… 就不會這樣偷懶的 因為那時候… 例如那時候我… 我每年飛回香港 跟黃順亮學詠春的 那… 那… 那個時間不會很長的 即是每年是三、四個月這樣 那我就會… 不會浪費任何一分鐘 即是他們… 師父四點鐘開館 開到晚上十點 我是留到十一點才離開 即是我會三點半在這裡等他開門 等他去到… 嗯 他跟師父吹水,然後開始練拳 然後等些… 等些師兄進來開始練 練到吃飯 他對面買個包回來 吃完飯 跟師父喝杯咖啡 接著練到所有其他… 學生都走了 就繼續問師父 即是… 以目裝怎樣去處理等等 即是… 不會浪費一秒鐘 因為其實很想吸收更多的資訊 我很慚愧 因為我在北京練功的時候 我是那些… 比較活躍 但是活躍於…偷雞的 哈哈哈哈 那有時間我也會的 那就是人來的 因為我們那時小時候 每一早起床 五點多就起床 六點鐘去到練功場 那我那四個鐘頭就是… 踢鎚啊 就是練船子啊 練… 那你開始練功夫是… 練…練…練… 練…練…戲劇是怎樣的? 戲劇…戲曲 是怎樣的呢? 是不是你自己選擇 還是你家人派你去的? 很有趣的 我其實是來自一個來源的世家 我父母都是演戲 但是如果… 你說他們那一代 是不能選擇去演戲 我們這一代呢 是有得選擇去演戲 就是你選擇的? 我選擇演戲 不過我不是選擇練功 因為我不知道練功很痛苦的 是真的 因為我不知道 原來去到北京的時候 你練功是… 每天要浪腿船子 我們那時候 甚至乎有兩個國家領導人 在兩邊的 你打完船子之後呢 你要指對正確 那你要指到 你指不對 你再來過 所以我開始就覺得 嘩 為什麼演戲要這樣呢? 但是我今天聽完之後 我現在開始要努力了 那我手要先減肥 對 還有要跟兩位多多學習 稍後下來 然後又會有一個片段給大家看看 之後回來 再跟兩位嘉賓 討論一下外國的生活 或者武術 各樣的世界 大家有什麼感覺 好,我們現在先去片段 哎呀,嘉賓都還未到的 喂,我陪你等 等嘉賓而已 不用了,我怕會換你 有我在,又怎會怕悶 剛巧我手上就有一本書 不如我們一起看吧 書名叫做 讀堂師練功夫 教出孩子 尋文尋武好品格 裡面就教你怎樣一路練堂師 一路灑功夫 但是堂師和功夫又怎樣連繫在一起呢? 哦,因為作者就將堂師的一指一句 就化作一些動作 還有書裡面也有一些圖片 去教你怎樣灑的 所以是非常之易學的 另外,他還收錄了十二篇的堂師 全部都是耳熟能長的 所以我們練功夫 除了可以強身健體之餘 還可以增添文學的氣息 可以 那我又可以學功夫了 又可以懂堂師 那我就變成一個文武相傳的人 你一向都是的 你呢,我們現在一路看一路灑 你呀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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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赛的锻炼和现在的锻炼是不同的 现在是比方向美 肌肉漂亮 体能和重力 如果我主要是现在练习的就是举重跑步和练习 我觉得做一个动作演员 做什么人都好 做什么工作都好 传统 就是压腿和重力是对健康最重要的 特别是我的行业 如果你说功夫那方面 通常我就不用特别去锻炼这些东西 除非我接了一部戏 是要打一个派别我不认识的 例如你说 Philip 你下一部戏要打盈义 我不是那么熟悉盈义的 我就要找一个盈义师傅去补习 还有看导演的要求 另外蒙姆就说 学舞会不会改变两位人生或者价值观 我想每一个技术都一样 我觉得无论是弹琴 学煮食 打篮球也好 你要去到一个你觉得一个最高的境界 那个过程是会带到你很多利益的 例如如果功夫有健康 细节 有某种哲学 不过不只是武术 如果你想达到一个目标 你要努力才达到那个目标 那个过程就会带到很多好处 有问 你们两位平时有没有说 有一些食疗 饮食习惯 是有助肌肉 或者没有那么容易受伤 或者是受伤之后的方法 如果能复原能力会快一点呢 我不是一个专业的营养师 就是营养师 不过就很清楚自己需要吃什么 才达到某一个身体出来 在银幕上被人看到的 主要都是高脂肪 低脂肪的营养 不过都要吃甜品的 都要吃甜品的 不过你要很清楚自己的身体 和自己的需要 那盼盼子呢 我觉得是一样的 其实营养是最重要的 比如说我减肥 我这些不吃那些不吃 我不是 我觉得是平衡 均衡了 是平衡 这是最重要的 是吗 好 那说回之前说过武德 或者武术上面 温同兄一直以来都在外国 在武馆那里 那时候我想问 武馆 就是外国的武馆生活 和或者香港的武馆生活 有没有说有什么不同 除了时差之外 我想最大就是时差 除了时差之后 其实因为始终你在 在香港的文化 例如香港教权 已经有一个很长的历史 很多人都明白了解 功夫是什么 入到监武馆的规矩等等 其实下意识已经知道 是一个文化上的事情 你去到外国 可能他们没有那种文化的接触 入到监管的时候 就要重新 带他们认识这件事 例如如何尊重师傅 如何尊重师兄弟 刚才我说那种武德等等 某程度上 有时就会要细心点去教徒弟 我电影里面 就经常听到那些武馆 有人来踢馆 那你在外国的武馆 没有理由这么久 没有人来踢馆的 就不可以说 情形是一群人 20人在武馆那里 还是怎样的 通常就没有20人 应该跟拍电影 起码我没有接触过 类似拍戏的那种场面 不过那些人上来尝试我们的武术 想了解我们的权利 以及想知道我们教的技术 有没有效 都会有这样的情况 那他是上了一堂 还是先踢馆 然后拜扶了再上一堂 给主 两个情况都有发生过 始终都教拳教了 20... 差不多30年 接触了 在武馆里面接触了这么久 都会有的 不过通常就会去到一个阶段 大家明白了 就会停止 不过始终是功夫 功夫是一个身体的 練習 是一个... 有时说话是表达不到的 始终用口说是不清楚 有时用手才能说到的 那... 说手 不能说手 对了 不过通常说到差不多 通常大家都会明白 其实... 很少都是... 很少会特意上来 是挑战的 他们很多时候上来 为什么要上来 想试一下呢 就是他们想了解更多的武术 他们了解到一个阶段 通常大家都会可以的 那就会停止 要不就报名 要不就不要报名 通常是这样 会不会有些外国人看着电影 Busley 然后好像我刚才不懂得死的那些 上来试一下 领教你的串惊 有没有这些难忘惊 你很客气的了 不是的 我想了很久的 因为我在想 如果真的躺下了 起不回身 那节目怎么办 但后来我会跟你说 你只是出一成 其实都够了 你很客气 有些就像你刚才那样 想尝试一下这个武术如何 表达了之后 就说家里很好 很个人 外国人 有些都是华僑 有些就会想再进一步 想再试多一点 试多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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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这样来 你会怎样做 类似的 你的拍戏 有些同事 对 对 不过很感谢 没什么大 没什么像拍戏般的大场面 很平和 都会很平和的方法来解决 通常是 因为你的武德都已经在拳头 所以 对 否则可以报警 没得到这样的 那说回 其实两位都是舞打演员 其实家人会不会有些什么 譬如 帆帆姐的妈妈 很想你成为一个舞打演员 但作为父母 我想你成为舞打演员 但我不知道原来舞打演员 有这么多的经历 看到你瘀了 又抖了 又痛 那家人的反应又会怎样呢 他没有的 当然就是要你去 因为我觉得他最推动你的 但我听我爸爸说 他真的很紧张 这是两种心情 他不推你去 不如你不要入行 他有这样的心理 他对着你 是 好小事 起床 背着你 他又没有这样的态度 是吧 总之他不出声 你去 他没有一定不让你去 因为很重要 妈妈说 你不要去 就好像有一种阻滞 他不说话 已经是支持你 然后在后面 一做了 他接着更加 他最多是不让我学车和游泳 反而 直到三十岁 我自由的时候才让我学 就是一个舞台员 不需要开车 不是,他觉得我当时 十一、十一、二岁做 我看伤 他觉得我给你这两件事 就死定了 就是危险度多了 有点限制 有点底线 他怕没了女儿 我明白 敏鸿兄 你自有在舞馆长大 你也是男孩 他会不会 去吧,没所谓 跌了又不死 我想 妈妈会比较紧张 我相信父亲也很紧张 但他可能 是功夫佬 他可能不会出声 我明白他们的担心 而且又不是他们 推我去做这件事 是我自己的选择 我会尽力不让他们知道 受伤 有时很难避免 有时我拍《人潜行者》 我跟安智杰打他 他打断了我两条肋骨 打断了 我不想让人知道 不过 那时候的经理人 就拍了这些照片 给了明报 我妈看雜誌 你好像… 你不想让人知道 但经理人很想让人知道 然后我说 没事,已经康复了 但他们都明白 某程度上很难避免 只能帮我骑徒 确保我小心一点 自己就尽力小心了 不过很感谢今时今日的拍摄的技术 以及那个系统 已经很安全了 比起早当年 比起我入行的时候 到现在已经差很远了 所以就尽力去小心 是吧 我有个题外话 不过我不知道这样说 会不会很安 因为我们以前的戏曲 到现在也是 经常都说我们戏曲 是夕阳工业 快没有了,没得做了 但是我们戏曲 又这么久都在承传 现在很多电影 由CG、AI、各样东西 很多不同的东西 那你们两个又怕不怕 有一天 武打演员会被淘汰 或者这个武打的电影工业 会没落 我觉得 我早期有个导演朋友 让我看最新的AI制造出来的片段 真的挺厉害的 而且真的挺恐怖的 真的也是很恐怖的 不过我觉得 人肉的表演 都很难代替 起码是今天 我觉得CG、电脑 应该是一个科技 去帮助我们的表演 不是我们代替我们的表演 例如《九龙城寨之围城》 你讲回这部电影 刚刚上了 很多画面 都是有CG的帮助的 不过如果没有了 人肉的底 在里面 去表演那些招式 和表演那些特技 你加多少CG都 都不会有那个效果 所以 我觉得 我们如果想CG、电脑 想这些科技 是如何辅助我们 去加强动作的效果 而不是去代替 那佩佩姐 彭范姐呢? 好 其实我喜欢真的 是的 我喜欢真的 至今我都觉得 你们要自己尽量打 是的 CG也是刚才说的 是加强版 所以我记得我的时候是怎样的 我可以打,对吗? 嗯 接着剃身的人 更加要劲一点 我又做剃身的东西 剃身更加劲一点 大家互相去竞争 是的 其实这是一种 大家互相向上推的感觉 CG其实是好的 CG应该做大范围的东西 是的 对 我们美化了 或者大家一起完成 电影工业的画面 我不赞成画面太过残忍 对了 不是那种打法 不是 是血腥做得太重要 就是太露骨 我们不喜欢 因为始终都是 我们可以拳拳保育 但我们不要提倡那件事 是可以很什么的 很硬正的 拋的服务都可以 但是不可以有残忍 嗯 那最后节目差不多的时候 我想趁这个机会问一问 我知道大家网民也很多想问 你们收徒底有什么准则? 其实都是我想和自己说的 想问一下 是时间加学费了 那些人 对吗? 我说 我真的不懂得怎么收学费 不是,我开玩笑而已 你的意思是什么? 有什么条件 有什么条件 什么条件才做到我不运动的徒底 要学到你 要武术、很能打 或者是不能打 或者很乖 人品好 也有很多因素 最重要的是 像帕帕姐所说 要相信我 和相信这个技术 因为你未学会这个技术之前 你是不知道 真真正正是有没有 你感受不到是有没有效的 你只是别人告诉你 有没有效的 不过你要经过一个过程 你才可以真正去判断到 这个武术是对不对 你用的 最初跟我学功夫 或者学什么技术都好 要相信我和相信这个技术 这个是最基本的条件 到最后我想问两位 接下来 在一个武术的推广 不止是电影 或者是武打 武术的推广方面 方针会是怎么样 继续拍戏 我觉得 在我这方面 我觉得 现在好像九龙城寨的成绩那么好 我希望可以带动多些 中成本一点的动作 电影 例如好像80年代 90年代那样 你越多功夫电影 越多武打电影 而且功夫电影的发源是香港 我不敢说 这些国家超越 不过已经追到我们的水准了 你来看印尼有The Raid 你看泰国有拳霸等等 其实他们的技术已经很好 那我们 如何去加强我们的行业呢 就希望老闆 出钱 其实演员被动是 因为其实都是出钱的人 要给我们的机会 多一些中成本的功夫片 就可以给予新一代的武打演员去发挥 其实做演员很被动的 你没有经验又没有人请你 没有人请你怎么会有经验呢 所以多一些机会去拍摄 就会再丰富这个行业 希望老闆多些说个yes yes 是的 看那些访问 好 好 今天多谢两位的分享 感谢 好 还有希望各位网民 继续浏览我们的网页 而且也要收听我们的声演文章 另外当然要参加我们 《阅读时刻》 《逆书亦有》的活动 是的 还有就是希望推广多些读书 我们图书馆有个电子书借阅 这个很重要的 还有一个中华文化学堂 还有一个艺术手作方 希望大家多多参与 希望大家可以推广阅读的感觉 分享阅读的喜悦 好, 多谢大家 在这里跟大家说一声 拜拜 拜拜 喂喂, 不要走 阿辉 阿辉, 你去哪儿 我准备出深水埗买东西 做什么 深水埗我也对 不如一起去吧 你知不知道 深水埗有很多中国武术的发展足跡 在五六十年代 其实很多赛利佛拳师都来到香港 他们只是在深水埗 都开了十几间拳馆 有些还开了在天台 很有特色 那其他门派 好像黄飞航又或者叶问那些又怎样呢 想知道 你可以多看一些图书 就好像这一本 《紫瓜为母》 《中华武术在香港为例》 里面写了很多 香港的武术发展历史 和李小龙带起的武术热潮 正啊 我可以一路坐车一路看书 有什么不怕闷 有什么感谢 不怕闷了 台湾 立即生意 打开 还 conspir 往前 回来 回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